大家好我是Chris 今天說入屋行劫 為什麼要說這件事呢 話說昨天有一宗新聞 隔離台也有說 說這件事在各大的橫行群組 都扔來扔去 我今天群組終於收到 其實我是可能沒想到說的 但因為我群組都扔出來 我也說一下 這件事在倫敦 隔離台也有說過 隔離哪一台有說過呢 你看到就看不到就沒辦法 隔離台大概也有說過的意思 就說有兩個人 三個人 進屋行劫 這個人就扮演一個速遞員 放一些東西在門口 還會退後 好像現在你看到 沒有人收件 就放在門口 拿一部手機 拍攝 接著走開 市主就愚蠢蠢 無緣無故開門 撞門而入 另外那兩三個人 立即衝進來 看到有三個人 其實這件事反映了甚麼呢 其實重點就是 重點就是 他目標不是換口的靈車 亦不是換口的錢 他進來就第一時間問 你的甲蠢擺在哪裏 誰會問這個問題呢 其實Chris哥哥不是抽水的 如果聽得我久一點聽眾 因為我以前有一集 我不知道一集跟兩集說過的 因為我又不想 說是 小朋友 邪惡 但沒有辦法 有時候有些防暗之心 不可無 我經常說 英國 盡量 不要讓小朋友去你家 因為為什麼呢 始終 我們是華人 他經常覺得你有錢 第二 第二個問題 小朋友 手腳有機會不乾淨 有的不要以為不好 住得久的那些都知道 知道訂的 如果你剛剛新來的 沒辦法 那 為什麼不乾淨呢 小側的就 撻你東西 拿走了 你不知道 大側的 會不會像伊丹那樣 其中一個是18歲以下 可能 有人來過家 知道你家有甲蠢 而家有很多錢 他的目標就是你的甲蠢 這個是一定 知道你這間屋 你裏面的 裏面有個甲蠢的那些人 為什麼那個人會知道呢 一定是進你家 為什麼會進你家 很簡單 不是父母朋友 就是你兒子的朋友 就是這樣說 帶朋友去家 你要小心點 是的 Chris哥經常跟所有人都這樣說 自己家裏有的東西 不用告訴別人 盡量不要讓別人知道你居住在哪裡 當然你那些是朋友的當然沒問題 但如果不是 熟悉那些就不要帶了 因為始終危險 這個是其中一個問題 尤其是鬼佬 因為鬼佬 壞人的額頭沒有樣子看 今天不是想和你分享這條片 今天 你隨便在 Google 打入屋行業 有很多新聞 這裡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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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詳細說了 譬如這個 其實你在上網上有很多的 我今天還要和你分享幾個 這個 昨天在倫敦發生的 說了 另一單就是 好像都是今天的 這單都是今天的 英國治安倫敦二十二歲亂母抱住孩子 江天化日租 遲到 南 敲緩闖闖入屋行業 最近可能特別多這些新聞 因為沒有錢 鬼佬沒有錢 哈哈 尤其是 華人一起住的地區 更為危險 因為為什麼 他們覺得有錢 在格拉斯哥已經發生過了 某個地方特別多華人的地方 可能 那個地方 三四戶 又懷人住 就立刻成為一個爆竊的目標 為什麼呢 你家裡的金屋 什麼什麼都 一定給他們洗劫 所以 我認識一些聽眾 就特地 選擇一些 不要那麼多華人的地方 因為免得被人成為一個目標 看看你 看看你怎麼看 這單是這樣 影的治安如何呢 因為地區而異 其中去年一個 安全調查中 15個城市 排 尾二的倫敦 週二發生 令人震驚的 乾天化入屋行劫案 受害人抱著一名 孩子 22歲年青媽媽 案發週二 下午1點發生 事主 身處於倫敦 西南部家庭 這是第二件事 不問 有人敲門活料到 應換時 賊 何漢時 被兩名 池刀 藍牙強行 入屋 要他 交出 金錢 要錢 要命 要錢 要命 接著 又說 屋內拍攝鏡頭可見 女事主當時抱著一個小孩 被其中一名 新村藍色外道的賊人 迫自廚房位置 不斷用利刀指向事主的頭 向當地警方表示 最終女事主沒有財物損失 他抱著兒子又會有受傷 警方 發放片段 及 賊人截圖 呼籲市民提供事索 並要求 街坊 檢查 換鏡頭片段 協助警方 旁邊的賊人 會走來走去的 今天在倫敦 他可能會走到北愛爾蘭 或其他沒有那麼多人 認識到 找到他的地方 所以你不要以為這些賊都不會流動 當地網民表示 已排除 出外或睡覺 否則 屋內大門不會上鎖 但發現已改變 有自稱80歲的網民稱 去年一月曾被拆 踢門行劫 牛打他 賊人至今未被捕 你出去不穿 然後 化安時 戴手套 活有留下指紋 提醒 民眾最好 安設閉路 所以 沒有幫到你 閉路一定要安裝 所以是很凶狠的 請便與命 我會去 給錢 拿完了快點走 OK 但也是這麼說 還有 還未說完 好像 伊丹說 華人旅城 爆市目標 警方 問有沒有買保險 保險一定會買的 但是 如果你說 買保險 防盜的 所以我覺得是搞笑了一點 我自己覺得搞笑了一點 就是這樣說 說人家自己小心一點 我覺得小心一點 我剛剛也是的 剛剛有兩個警察敲門 剛剛已經發生了 是怎樣呢 我住的那些居住的 還有一個治安好的地方 就說有個名貴單車被人偷了 然後有人打電話報警局 警局掃樓的問 不知道有人不見單車 問問一些東西 然後上官調查一下 我們當然不知道 但我可以告訴你 連我一個在吉拉斯哥深藍色的地區 都開始有藍色的 可能他的單車是貴的 我想他是貴的 如果我買的單車不是貴的 就不用理會了 但他能保證的應該是貴的 就是這樣說 好的治安地方 都開始有這樣的事情 所以你們真的要小心 然後 就說什麼呢 這單人就說 入屋爆竊 瞄準華裔 家居安全要小心 我真的不想說 你自己黑頭髮黃地皮膚 還有那個屋苑有幾個一起住的 出入自己小心一點 防盜做好一點 真的不要放那麼多東西 在家 現金或者金鏈 因為我始終這樣說 他能找到你的 你也要給他 難道要錢還是要命 就這麼簡單 你一定會給他 說完了 除非你有 有個 地勞、隱蔽的位置 你可以放置 如果不是 你也要給他 今天我先說這麼多 因為 家居安全很重要 大家自己做好一點 因為沒有人幫到你 因為你成為了目標 然後被人爆 就危險了 其實 英國有些網站查治安 英國會有些網站 你真的要懂得查 蘇格蘭有一個網站 英格蘭有一個網站 我說蘇格蘭 英格蘭有一個網站 不過你問我就要找 我再提醒大家 在Chris的社群 社群我已經把有用的連接網站放在這裏 你自己走上來看 其中一個就是 治安網站 英國治安網站 這邊是 英格蘭的 蘇格蘭的網站也在這裏 我沒有記錯 我放在這裏 這裏是學校的 在學校 這個網站 就是 查學校的網站 還有一個 這個是蘇格蘭的 你按一條連接 你就可以查到治安 我說蘇格蘭為例 好像這個網站 你進去 你會看到一堆地方 有藍色 又紅色 當然 藍色治安是好的 紅色治安不好 但是有些地方 紅色得來 他說治安是 二三 但是整年只有一班 我不知道他的表格如何評分 我真的不知道 你最穩定的 就來這個網站 然後按個Postcode 找回你 所找的地區 這一年 這幾年裏面有什麼罪案 很老實說 蘇格蘭的治安好一點 普遍 就算紅色地帶 可能一年只有幾單 有些是一單 有些是兩三單 不是很嚴重的 我亦都試過 以前見過蘇格蘭有一個盤 我真的見過的 一天有四單都有的 除一年 很誇張的 有些是熱點來的 所以你一定要檢查 這些東西一定要檢查 那我就幫不了你了 但是 又是這樣說 普遍來說 蘇格蘭的治安是好的 就不會有這些事發生的 我自己覺得 沒有 我沒聽過 沒聽過有 進屋爆洩有的 但是 不會說乾天快日衝進來 然後又 拿一把小刀 然後 有些這樣的東西 你明白嗎 不會 所以 自己小心一點 我經常跟你說 多說一點廢話 Chris哥經常跟你說 做生意也好 住屋也好 要分開 這是第一 為什麼 當你做生意 你有錢 別人也會 如果知道你住樓上 會爆你的 因為你經常前撥後居 那些很危險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 你最好住的地方 不要太多華人 為什麼 太多華人 你是一個目標 真的 真的是一個目標 我八百三間搞定 所以 第三 你真是有錢的 你想清楚是不是要放些錢在家 放些錢在家 你也要想清楚 放什麼位置 為什麼呢 他看得到 真的很簡單 他有一個革命放在這裡 看到你有一個革命 你不給他嗎 你給不給他 不給他 沒什麼東西了 你給不給他 這麼簡單 你也要給他 你放得革命的東西 是否重要 當然重要 但是你給了他 那怎麼辦 你自己想 所以 就這麼說 自己小心一點 因為英國那些 好像這件事 他扮演速遞員 擺下 他所有做的步驟都很像速遞員 那你不會去扶 那那個人 本身不可緣 後來又可緣被人撞了進去 那怎麼辦 那麼 最後 最後就自己中了 說完了 所以自己小心一點 今天分享到這裡 謝謝大家 月表簽點 Milliarden 拜拜 中文字幕——YK